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王远 然后这一年呢 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音乐变得更专业 往音乐圈靠 我就发现那些专业的歌手啊 他们在唱歌之前啊 不会直接Cue歌名 而会说很长一段话 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 就比如说 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阿信就说 他说我自大哦 很多人在工作以后 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撞得头破泄流 但我希望 无论你在哪 你在做什么 都可以保留心中那最后一份 倔强 全让你 太少了 所以今天 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Cue我的歌名 把名字放在最后 你这一生 会碰到很多人 也会爱很多人 但只有一个 是你的最爱 只有那个女孩啊 你才想跟她走完一生 她 就是 我爱的 女孩 但后来她妈不同意 过了 过了 稍微讲 我爱的女孩 送给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 谈过很多段恋爱 然后发现 你喜欢的 都是同一个类型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每段经历都如此的相同 我爱的每个女生 她都有老公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 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 她经常把你冷落 也不关注你微博 不老公谁啊 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 跟我插句 那不都姓王吗 你了解她的所有行踪 解图她的一举一动 你反复刷着她的每段吻戏 激动地问候女主的祖宗 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 你说她破音都让你心动 你说你一生 真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 李贤 邓伦 王思聪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次我喜欢的女孩 她说她没有老公 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无垒刚读完高中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 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 你说你从不吃醋 你儿子还有三个 为了安全我就不Cue名了 她们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你陪着她们度过懵懂 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你说你看着她们逐渐成熟很感动 儿子 你可终于长大了 以后你就是我老公 你总说她真的很优秀 你会一直陪在她的左右 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 一生守候 直到她公布恋情上了热搜 你为她控屏为她战斗 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 你从来不怕出头攻击其他网友 反正结果都是她来承受 她代言被彻一夜凉透 两个人是被谁搞臭 可能是被你搞臭 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 遇到了不追星的你 你是我喜欢的女孩 我为你找了名 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 你说好不好呀 心缘结义 好 谢谢 主题赛了 是吧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 听起来就很像是我跟这帮同事之间的关系 这帮演员 你说熟悉吗 好像也没那么熟悉 就哪怕我已经工作三年了 前两天因为出差 Rock跟我说 哎 王敏 帮我把机票一起订了 我说行 没问题 Rock你叫啥 Rock你叫啥 我从来没见到讲过 所以 所以我生活中真的很害怕 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 因为根本没话说 就我们公司啊 效果文化在25楼 就两个人坐电梯 能跟他说的话 最多撑到二楼半 哎 来了 哎 来了 三楼 四楼 我先下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 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 你碰到这种同事 你就会主动绕开走 今天这首歌 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为了躲开他 你变得神经兮兮 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 等他的车来 拎着雨一动不动圆地等待 终于他上车离开便利店的门外 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 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 一见面嗨 嗨 拜拜 今天对他嗨了六次让你非常不嗨 你好庆幸 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啊 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 这就是你们的关系 总是相互回避 没有共同话题 昨天上班 他走进你那部电梯 你赶紧逃出没有信号的手机 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 是上次拼车回家 全程十几公里 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 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 他也很开心 我言成这样他都能信 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 因为迎面走来 总得寒暄几句 偏偏每次你翻来覆去 只会问出那个明知无闻的问题 嘿 老啊 上厕所啊 嘿 江哥 你上厕所啊 Yo David WCR 你上厕所吗 你上厕所吗 赶上高峰期啦 出来有点早啦 你上厕所吗 还得问几遍啊 怎么排队的人那么多 原来是我走错厕所啦 有时候你上完厕所 正准备离开 突然他打着电话走了进来 四十分钟之后 终于听到他说拜拜 你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 你总是尽可能会避和他的交谈 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 那天你嚼劲闹只和他撩乱无战 哎 我到家了 下了 走了 等他离开回头再等下一班 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 如果谁离了职 还是会发条消息 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 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 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 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 你们变得亲密 有了共同话题 就因为你发了挑朋友圈 却一不小心忘了把他屏蔽 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 说他特别赞同你 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就因为你发了那条 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 我老板脑子 Had to be a strong 他死的 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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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是四灯 就没有权健 对 对 对 正好气 节奏太好了 嗨 大家好 王绵 你好 你好 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 就比较理解建国 我也特别喜欢逃避 就是有的时候 我做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做这件事 而是因为我想逃避 另外一件我不想做的事 我这一生 都是这么过的 清晨的阳光照进我心里 呼吸着雨后的空气 他拿着一个公文包 对着我说了声谢谢你 因为我刚才毫不犹豫 把唯一的共享单车让给他骑 他看着我说 哎 你好熟悉 昨天让车给我的 好像也是你 对 因为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去公司 改PTT 大哥你别摸紧 你赶紧骑 明天后天都让给你 起来起来起来 给单了 音乐给你顶上去 转眼来到晚上十点半 我主动留下来再加班 我开心的做着PTT 保洁阿姨都有点着急 她说小伙子怎么这么努力 因为我不想回家陪女朋友 陪她看脑残的偶像剧 阿姨我宁愿陪着你 阿姨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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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淘汰了 上周我见了女朋友的爸妈 第一次见面我不能搞砸 我带他们去了最好的川菜馆 因为听说他们不能吃辣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这么快就安定下来 服务员 加班菜 拉子鸡 不要子鸡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世上无难事 只要会逃避 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我爸来上海看我了 让我去车站接接他 不想去 没借口 没办法 我问我爸 你几点到啊 我爸说他没来上海啊 他只是不想在家陪我妈 不想在家陪我妈 不想在家陪我妈 我懂得吗 他说他就住在朋友家 打完这样的 挂了 我一直在想办法逃避 还为此附属很大的努力 包括今天上台 我都有很大的压力 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把吉他弹错音 所以我早上特意去了 弹录音棚 我不想弹吉他 我害怕弹错音 帮我大大的尾和你 云迪我玩什么乐器 我又开始又难受了 生活就是 有很多问题 让你下意识地 想逃避 哪怕只是暂时地 想办法不面对去逃避 昨天我反省我自己 对着镜子 站在厕所里 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 要改变区面对 别逃避 我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就看不见屋里的垃圾 我不想下楼的垃圾 好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棉 你们好 聊遗憾是吧 其实每个人生都有点遗憾 我刚刚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跟我妈聊了一下 我妈说 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生我生得有点早 就如果我能晚出生几年 她就能给我提供 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 市场上还没有来自新西兰 营养满满的 蓝和米洋奶粉 天然乳干是牛奶的1.5倍 我早喝着不至于这么矮 好了 聊正事了 今天主题是遗憾 唉 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 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 错误的选择 然后你会为此难过 后悔很久很久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嫁给他吗 还会被尽力想吗 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 是哪一个选择 是哪一个选择 如果你问我 那我就会说 我昨天 我就不敢去那家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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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 我就不敢去冒这个险 就因为新店愁逼便宜点 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 增上几个错误的 但人生中还有很多 更值得我遗憾的事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错过他吗 还会选择放手吗 如果我当时又挽留 我的前女友 亲爱的别走好吗 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但她现在也会离开我 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里发电 我就不敢去那家里发电 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 她就吹掉了我的美人肩 她还有脸让我饭会员 让我下个败来找她见 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 我就说相见 不如怀念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 哪怕有人质疑你 你会不会剪个娃 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 把爱好变成工作 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 奶奶夸你梳得真不错 我现在真的不想做透过秀了 我想去你们店做发行总监 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 你猜猜我想开哪个店员 他愿在天边记在眼前 不需要不找不该来这家理发店 你也不该来这家理发店 人生总是有很多 让你后悔的选择 眼泪流干了 也回不去了 恐怕总归有一天 还是会长回来的 有些遗憾 却是一辈子的 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 不会负债累累 如今还在漂泊 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 你说你以后会离开家了 你说你我说大哥你快别说了 你激动的手都抖了 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 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 我只问了一句你干了几年 他就一点痛哭 一点给我钱 好 谢谢 一路唱着歌就到决赛了 今天主题聊的是 起点跟终点是吧 我脑海中浮现了很多人 我觉得人这一生 就是要跟不同的人相遇 然后别离 所以今天这首歌 我想送给我生命中 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人 好 谢谢 我希望我是你的男朋友 就会陪在你左右 你负责美丽温柔 脏活累活我成熟 可惜我现在并不是你的男朋友 只能眼睁睁看你一个人 把五个行李搬下八楼 谁让你昨天跟我分了手 我已经变成你的前男友 你的生活我现在不方便插手 你自己下楼打车自己走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不是所有的分别时刻 都要体面的 他都对你不好了 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 我希望我还是你的学员 经常给你送礼物 你有事没事喊我一声 哎 废物 可惜我今天毕业了 一切要结束 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 我能及格 猪都能上书 可教练我拿到驾照了 猪不仅能上书 还能上高速 我再给你来个倒车入库 压下了难受 以前我不敢顶撞 现在顶撞你可靠不住 我希望我们还是好兄弟 能一起喝啤酒 每次我们一起踢足球 你总能突破我的防守 可惜我们现在 并不是从前的好朋友 因为你不仅抢了我的球 还抢了我的女朋友 你女朋友正在把行李搬下巴楼 你怎么还不敢露头 我才知道我们的共同爱好 不只是啤酒和足球 你们的生活 我现在不方便插手 他自己下楼自己把舌走 不把老是我的温柔 我将该自的温柔 不是所有的分别 都是体面的 他都对你不好了 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 我希望我还是你的租客 今天我却要搬走了 说好了三年不涨房租的 你却说穷鬼那就别住了 我一个人把行李搬下八楼 正好碰上来看房的 我说你是来看803吗 那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听说了很多都市传说 这房子挺邪门的 我听之前的顾客说 他租进去就倒霉了 他先丢了女朋友 踢球被人抢球了 最离谱的是他那天 他当时入库压线了 算了就当我没说 坐不住你自己选择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我将该自的温柔 不是所有分别的时刻 都要体面的 他都对你不好了 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 这世界一通问你 你不要包执一个 这世界一通问你 你算了吧 让啊 我看了王莲 这是我在这期节目 最后唱一首歌了 然后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唱过什么走心的歌曲 都很躁嘛 然后今天最后我希望 能给大家分享一个 小男孩的故事 全在歌里了 好吧 老师音乐 好的 1994年 他生在东北的小城市 他长相很普通 命运很平凡 他考上了普通的大学 学着普通的专业 他拥急地唱着不一样的音乐 2017年 他参加了一档综艺 然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他收获了很多粉丝 粉丝都说 我爱你爱你 爱你 毛不一 为什么那年我参加了综综他会 他去选对了综艺 我恨你 我恨你 毛不一 为什么咱们两个人 一个在天 一个在静安区 那个东北的男孩 他其实也很幸运 能够带给人欢笑 能够做喜剧 他在脱口球大会 收获了很多粉丝 他的风格与众不同 饱受争议 喜欢他的人都说 我爱你 我爱你 网坚果 我怎么就没想到 谐音梗得那么火 我恨你 我恨你 网坚果 为什么咱们两个人 一个在天 一个一米七 很多人都说 我不能离开吉他 说我离开吉他 就不搞笑了 我现在 我现在 我就要离开吉他 我好像真不搞笑了 还是包上吧 妈妈妈妈妈 我不想多喜剧啦 你看沈腾徐征 全都过劳肥了 爸爸爸爸 我对你没什么说的 我只是提了你老婆 顺便提下你吧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年纪都大了 其实也没那么大 我只是煽情一下 别给我 别给我 冠军我不想拿 因为我今天没背包 奖杯不好拿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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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啊 大家都在身边 结局就是好的 结束了 结束了 我的朋友啊 就算提前到了终点 还能再次出发 我的朋友 再去喝杯酒吧 谢谢 一定是上天对你的捉弄 你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比赛结束 我还要多唱一首 很抱歉 最多耽误大家几分钟 老板发话 我看 第三季终于来到了剧中 你看看林校园什么阵容 除了老面孔 又来了深藤 还有虚招 哎 你就说这个阵容啊 李旦你就该下去 当普通观众 林校园总是与情故纵 还能标准让人偷偷 感觉好像故意要把我们选手捉弄 别问 一问就是大局为重 大局果然是非常重要 这一季赛只比我们争斗 观众看完气到发抖 以为一残酷淘汰实在不能接受 博洋没有退赛却早早去旅游 明天我就去买随心飞 这节节目创作真的太折磨 想学杨力敲门代替创作 不过果许有敲门人 敲开门一看里面居然失望见过 单身的成路又突然路过 你们不用同情每一个离婚的人 这几节目CP真的太多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你说说阳力和rock 我勉强还能接受 但是忽兰和周西莫 是男人你就站出来 忽兰 没问题 我还是回去和我的血迹王建国 这个小破节目越做越成功 其实还是要多感谢观众 希望明天迎来第四季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在片尾曲里重逢 期待我们下次的重逢 The show must go on 下一次再见 下一季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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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季再见